我們請馬奈好好講一下你這次的 EP 特別名字叫做 《凱盜班奈流浪記》 《流浪記》這首歌是你唱了二十多年的歌了吧 但是這次在 EP 裡面有不一樣的編曲跟詮釋 特別心境上面也不一樣 要不要針對這一點跟媒體跟我們說一說 我們這張 EP 叫做 《凱盜班奈流浪記》 就是在凱盜去年 去年我們二月在這裡之後 第一張 EP 發行之後 我就想說我應該要再加緊腳步快一點再做第二張 可是在六月就清場了 所以就停下來 《流浪記》是我在1995年的時候寫的歌 那時候很年輕啊 就覺得自己從台東來到都市的那個過程 特別是我18歲第一次來台北 然後從台北車站做計程車到西門町 然後計程車司機給我收了400塊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很年輕啊 就想說怎麼那麼貴 可是又不敢問 然後那種感覺一直 那個很受傷的感覺其實一直放在心裡很久很久 然後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大概25歲的時候寫了《流浪記》這個歌 我也沒有想到說有一天 我會在凱道用另外一個形式呈現它 哇 家裡飛走了 所以過了二十多年 你這種被騙的心情 是不是到現在到今天還是一樣 就是 我覺得那個被騙的感受 我覺得它是每一個人很容易都會有的經驗 就是可能夫妻之間都三盲海事 可是後來那個關係 就人跟人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容易 就很順利的完成一個三盲海事的結果 那很長的時間我都會跟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把我的感覺很清楚的表達出來 別人才會了解我 所以當我們彼此都覺得我們的關係很難再往前 然後可能彼此有很多的受傷 但是就 就我跟 我跟我們現在的總統 蔡英文小姐的關係 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我現在最大最大的挫折 就是我用我最大的信任 來信任我們的元首 但是好像她說的是一個 做的是一個 那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當然覺得是非常挫折 你為什麼要問我這個 那你為什麼要放到這個EP裡面呢 這一定是有 比如說這首《流浪記》 一定是有前後的比對跟相近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說為什麼要放這首歌 那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以為原來我寫《流浪記》只是因為自己離鄉北京 可是我年紀比較大了 我對整個社會的結構發展的狀態比較能夠理解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們的祖先就一直被迫在流浪 在這塊土地上一直流浪 到現在 我們為了有一個在政策上被更好的對待 我們選擇在凱道抗爭繼續的流浪 這是我覺得為什麼要再一次在凱道做這個搖滾的版本